束手就擒吧,萧华年。 为何? 萧华年,你抑郁谋反,我怎能留你? 心,撕裂得疼。 这就是他最珍视,捧在心间,甚至愿意为他去死的女人。 萧华年颤颤巍巍地伸出一双鲜血淋漓的手,想要扶持他额头的雪花。 萧华年,按你之意,我已将萧华年围困于城下,我是不是做得很棒,你何时娶我为后? 你做得很棒,为了奖励你,我特地带了一个礼物给你。 我还有礼物吗? 萧华年最好了。 可他画到一半便戛然而止,因为苏南琛从背后拿出的竟是他的父亲,当今奉向的向上人头。 啊,父亲! 哼,这份大礼,你可喜欢啊。 为什么,为什么杀我父亲? 何止是你父亲,奉抚一百八十条人命,如今,就剩你了。 这不是真的,这当然是真的,若非奉家势力能让南琛称帝,若非你是萧华年唯一的软肋,南琛怎会令你至今。 还有啊,大婚当天,你所喝下的汤,可是南琛赐给你终身不运的好东西啊。 她最爱的人 最信任的姐妹 利用她 图她家族 她好恨 我要杀了你们 用你们的血 祈奠我凤家数百王魂 放尽 一个不留魂 沉重的身体压在她的身上 她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睛 挡在她身前的竟然是萧华年 她要她死 她却以命相护 北秦十一年 若水河畔 是你 北秦太子 原来我等的人 是你 凤锦色无助地抱着怀里 满身是血的萧华年痛哭 她一直以为所等之人是苏南琛 竟是她认错了人 阴红的鲜血 从身下逐渐蔓延开 疼 好疼 凤锦色猛地睁眼 捂着自己的心口 大喘着气 奇怪 疼痛怎么在渐渐减弱 她的手上也没有了鲜血 在她差异间 一抹青色衣裙来到她的眼前 她抬眸 看到眼前身姿曼妙 容貌清丽秀美的人 她咬牙切齿 双眸充血 陆清代 背叛之恨 屠族之仇 她要杀了这贱人 清代前来恭贺姐姐 姐姐 为何如此对我 恭贺 这女人的语气 怎变得这般唯唯诺诺了 更让她惊异的是 她身穿凤冠霞配 衣上红艳如胶羊 她竟穿着喜服 她 重生了 她这是重生回要嫁给苏南琛之时 这一次 她绝不能嫁给苏南琛 她必须弥补自己上辈子所有的过错 清代 就是你 你突然闯入 我还以为是刺客 刚才都是我的错 让我亲自来给你上药 这药粉效力若不能全部渗进去 妹妹就要留疤了 凤锦瑟抬手 重重地朝伤口按压上去 她看着陆清代疼得眼中含泪 止不住地惨哼 心底终于有了一丝舒爽 钱是她受的罪 她都要向陆清代 一一讨回来 姐姐 这是你最爱喝的凤梨红枣汤 以后清代 怕是没有机会亲自给你熬了 你一定要趁热喝了 就是这碗汤 让她终生不孕 我也舍不得清代 即使我最爱的 便赏给清代吧 这女人 难道知道里面被下药了 好清代 你守不便 我来喂你呀 小姐 吉时已到 请上轿 不行 她一定要想出逃跑的方法 她想起前世这天 会在庙宇撞上另一支迎亲的队伍 萧华年的正妻 他们都是陛下亲赐的婚事 各项用品都是礼部统一制版 就连婚期都是同一天 上辈子是她辜负了 这辈子她一定要力挽狂澜 好戏才刚刚开始 停叫 小姐怎么了 初宫 我自己进去便好 拜托 一定要赶上 新娘已经上吊了 我一心求死 你为何救我 生命可贵 你为何要寻死 姑娘 清平王面向手楼遮宁 杀人饮血 嫁去到府上的八尾王妃 借我故失走 我沈家 名门小户 怎能抗制奔还连累家人 我唯有赴死 才能免去被折磨 吃死之苦 萧华年在外人眼里 是这样的不堪 原来她的所有温柔和体贴 上辈子都是只对她一个人 姑娘 你若不能救我 你莫再拦着我 我有办法 我带你出嫁 我不能连累姑娘 你听我说 我是凤祖嫡女 以我父亲在朝堂市里 清平王不敢拿我如何 而我不想嫁给三皇子 你我替换花轿 我救你一命 三皇子就算发现 也不会对你如何 一切已成定局 我 我不能让姑娘 身陷淋雨 你莫担心我 我定能活着 就问你 愿意 还是不愿意 我愿意 想要见到萧华年的心 迫切不已 上一世 因苏南辰 他一直将萧华年 视若仇敌 一心谋害萧华年 只为了让苏南辰 登上地位 他将萧华年 所有的真情践踏 甚至以为 他才是篡位之人 今生 他一定会弥补 对他的亏欠 两个时辰后 凤锦瑟坐在婚房中 起身 滚出去 今日的他 一袭红衣 微额挺拔 全身散发着 王者的凛然之气 数个时辰前 他亦是一身鲜红 却是素衣血染 死不瞑目 凤相之女 你怎会在此 我心愿你 自然是来嫁你的 他的话 令萧华年心头一颤 一丝甜蜜入心间 本王现在就将你 还给苏南辰 不 你不要把我 扔给别人 怀中软糯的人 像个委屈的小白兔 让他的心间 温柔到了极点 王爷 三皇子前来 要回他的皇妃 你说将我还给他 我宁可死在你面前 萧华年眉头微皱 他究竟经历了什么 这样的誓死如归 罢了 无论他想要什么 他都会宠着 凤锦瑟已是本王的人 莫让他打扰本王的雅信 天哪 这男人怎么还不起看 怎么 刚才投怀送抱的 线下知道害羞 羞死人了 三皇子 我家王爷说 凤小姐已是他的人了 请您 回吧 请清平王奉过锦瑟 锦瑟是本王子 心爱之人啊 反而屋内隐约传来木床 搁支的摇摆声 和女人嘀嘀的喘息 苏南辰脸色胀红 一时间尴尬到了极点 清平王势力大 他不能硬闯 许久 可下一秒 苏南辰瞪大了眼睛 下巴都要掉在地上了 清平王如此多爱 就不怕父皇怪罪 他已是本王的人 本王不介意你告知陛下 不过现在请你滚出去 莫扰了本王的雅信 他如此气焰嚣张 记得苏南辰忍气吞声 垂眸瞪眼 但清平王在朝中全是强大 就连父皇都忌惮三分 抢看来是不行的 清平王如此强硬 本王子只能去求父皇了 今天他全族被图 心爱之人战死 重生之后又逃婚替嫁 他实在是太累了 这丫头就这么睡着了 他哭笑不得 只能将她抱起走进了屋内 一日 王爷 陛下传召您与王妃进宫 知道了 锦瑟 凤锦瑟眉头一皱 眸中闪过一丝厌恶 南辰 我们已经不可能了 你放手吧 锦瑟现在是本王的人 三皇子请慎重 方才凤锦瑟所作所言 与昨日的态度明显不同 他既然有自己的目的 便任由他去做 他只要保护好他便可 本王子未曾碰过沈小姐 现将他完毕鬼招 请清平王将我所爱之人还来 参见陛下 起身吧 陛下 琛儿这是太过喜欢凤小姐 才会失礼 还望陛下莫要怪罪 差点忘了 苏南辰的母妃也是个难搞的角色 看来今日并不会一帆风顺 琛儿与凤小姐情义深厚 寡人有所耳闻 只是昨日只是 小女沈曼珠 请陛下明见 昨日小女有幸 在庙中与凤小姐相逢 我二人一见如故 相谈甚欢 奈何慌乱之下 因轿子与婚服款式相同 才尚错花轿 小女不敢欺君 此言句句属实 只求陛下莫怪凤小姐 只怪小女 贪玩疏忽 是锦瑟贪玩 险些误了时辰 望陛下莫怪罪沈小姐 难道陛下起疑心了 既然事情明朗 沈小姐又是完毕之身 陛下 您看 是否该成全有情之人 吾灰机解开 儿臣与锦瑟是珍惜相爱 望父皇成全 奉小姐与本王已行过周公之礼 已是本王的人 本王心之欢喜 还请陛下莫要多人所爱 他所想 他竟都知 毕竟这种话 女子家来说 多少有些害臊 清平王 一向清心寡欲 凤小姐与琛儿 是真心相爱 本宫相信 您定不会做 棒打鸳鸯之举 陛下为何迟迟不下决定 清平王与儿臣是多年好友 定不会多有之期 念在我与锦策相爱 我已不计他的份上 请清平王高抬贵手啊 多年好友 他也能说得出口 本王不知 原来自己也在三皇子的结识计划之内 既如此 三皇子更应懂得 朋友妻不可欺之力 这句话不仅让苏南辰愣在原地 也让南越皇面色一沉 皇子在朝中 结识大臣不是大罪 但是他的儿子竟然还想 巴戒清平王 这是要造反不成 这凤锦色 不能嫁给清平王 亦不能嫁给苏南辰 无论是哪边得到凤家势力 都后患无穷 陛下 老臣有话说 父亲 前世 父亲惨死的画面 在他脑中奔涌而来 虽不知女儿为何突然改变心意 但只要是女儿想要的 他便顺着 陛下 自古以来 女子二嫁 有损民节 若小女再嫁三皇子 只会被天下人耻笑 老臣望陛下收回成命 凤香言之有理啊 是寡人思虑不周 险些坏了凤小姐的名声 既如此 此事已成定局 父皇 父皇若是要阻断 儿臣与锦瑟的情谊 儿臣宁愿一死 也不愿活在没有锦瑟的世界 这男人 对自己都如此狠心无情 怪不得 连眼皮都不眨一下 便途进他的家族 现在 为了得到凤家的支持 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快 快 快传太医 父皇 您不同意 儿臣与锦瑟在一起 儿臣断不会接受治疗 他冷若冰霜地瞪着苏南辰 人要脸 瘦要皮 苏南辰真是 太贱了 这对母子 是吃定他了 怎么办 怎么办呢 放心 堂堂三皇子 这是在做什么 用自己的性命要先 来抢本王的王妃 父皇 儿臣与锦瑟真心相爱 求父皇成全 小儿与凤小姐情投意合 但是凤小姐的亲欲 亦是重要 不如 以三月为期 期间 小儿与清平王可公平竞争 最后 由凤小姐 自己选择夫君 凤小姐觉得如何 陛下英明 小女愿意 此事已定 沈小姐日后 可再行婚配 儿等无事 便退下吧 锦瑟 你放心 无论你有什么苦衷 我一定会救你出苦海 凤锦瑟 嘴角微微一抽 冷笑 他的苦海 正是苏南辰 不过 苏南辰现在还以为 他是被萧华年胁迫的 看来 他演技着实不错 他那眼中隐藏着的贪婪之意 让他觉得恶心 突然 凤锦瑟的身体 被一个力道转了过去 他被萧华年紧紧地圈在怀里 这男人 是吃醋了吗 哎 萧华年吃醋的样子 有些可爱 萧华年 我先回去了 改日再见 父亲 是女儿的错 求父亲 原谅女儿以前的骄纵顽略 女儿日后 定听从父亲的意见 上一世 父亲不喜苏南辰 曾狠心扬言 要将凤锦瑟赶出家门 可后来碍于凤锦瑟的原因 凤相不得不多次相助苏南辰 他为的是保护自己的女儿 一直到死 凤相都未曾再见凤锦瑟一面 今生 他一定会将所有的仇恨都加以报之 凤锦瑟 地上凉 快起来 无论你做了什么 为父都不会怪你 日后啊 莫再动不动跪为父了 是锦瑟 识人不清 差点害了父亲 若非女儿前几日 偷听到苏南 趁着混蛋 竟打算踩着我们凤府上位 一旦他坐上皇位 必将图命我凤家百余口人命 女儿都不知 此人如此心狠手辣 孩子 你定要沉住气 不要让苏南辰发现你的转变 若让他知晓你偷听的事 定会对你痛下杀手 父亲放心 女儿明白 为父会想办法找到此事的解决方法 定不会让你受委屈 父亲放心 女儿自有办法 女儿不会再让父亲操劳 日后定小心为上 他现在还不能告诉父亲 他想嫁的是萧华年 在外人眼里 甚至是凤相眼里 清平王都是一个可怕的存在 要想让父亲接受萧华年 他还需要努力 他的女儿 似乎一夜之间长大了 父亲 这儿 这大白天的 你们也俩关上门 这是在偷吃什么呢 这 怎么了 难道 他偷偷翻墙去隔壁 领辱人家鸡 给妹妹做剑子的事情 被父亲知道了 三哥 金色好想你 凤晨曦 他的三哥 这样宠他的三哥 后来却被陆清代陷害 名声狼藉 为了凤相声誉 自财而死 在他死前 曾双眼含泪地 看向凤锦色 告诉他 自己是被冤枉的 可那时的他 相信陆清代的鬼话 硬生生地将自己的哥哥 逼上了死路 脑海中 三哥死不明目的样子 让凤锦色胸口 如冰锥扎心一般疼 色尔啊 你告诉三哥 是不是苏南辰那小子 故意将你扔那清平王府的 三哥立马给你报仇去 焦躁 冲动 你看看你 快到行冠里的年纪了 一事无成 整天只会翻墙入院 除了哄你妹妹开心 为父真是一点也看不出 你有什么出息 嘿嘿 能哄色而开心啊 那可是天下最要紧之事 十个江山都比不上我们小锦色呀 若是有人敢欺负小锦色 就算是天皇老子 我也能将他头给拧下来 三哥 你放心 我不想嫁给苏南辰 如今这样的事态 我能在凤家陪你和父亲 不是很好吗 啊 三哥 你做什么 你疼我了 不过 妹妹啊 这全京都的人可是都知道 你这傻子迷恋那苏南辰 哼 果然是这小子欺负你 本大爷现在找他算账去 妹妹一向都为苏南辰说话 如今这样 定是受了巨大的委屈 啊 这糟心的傻哥哥 怎一言不合就要打人呢 啊 三哥 你莫冲动 他是三皇子 俘兵众多 你君朗那脸会被揍成猪头的 这小子就在门口 只带了几个侍卫 一切下手倾斜 莫伤了他根本便是 这声音是 多月未见 小景色越长越美了 大哥 这样心思细腻的人 唯独不是习武的料子 前世 他躲过背地里的陷害 却死在了刺客的手上 克死他乡 大哥 你身子弱 可别被这丫头啊 给压坏咯 三哥 你这是嫌弃锦色胖吗 这 哎呀 色尔 你不生气啊 一会儿啊 三哥带你去买冰糖葫芦 这是他最爱之物 除了哥哥们 也只有萧花年一直记得 这 色尔不哭 是哥哥错了 若不想见那人 大哥遣下人回了他便是 他的心思不用说 大哥都猜到了 大哥 你和色尔是交流了什么呀 三哥 走 买冰糖葫芦去 三哥最单纯 若知道真相 一定会去和苏南琛拼命 所以现在还不能告诉三哥真相 可他总觉得 大哥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父亲 一路可还顺利 父亲放心 没娶到色尔 他断不会轻易做手脚 他深知 苏南琛既惧怕冯家势力 又渴望得到冯家势力 这次真是色尔自己不愿意嫁 难道是色尔发现他的面目了 景色听到了苏南琛 要灭我冯家的消息 父亲 此事万不能让晨曦知晓 这小子性情直爽 定会去找苏南琛算账 三皇子请回报 小姐身老体罚 已经歇下 什么 这时辰 凤锦瑟睡了 苏飞为了凤家势力 他绝不会如此委屈求全 劳烦你知慧锦瑟一声 母妃十分想念他 本皇子要带他入宫 他定会高兴出来的 凤锦瑟一向讨好母妃 将母妃抬出来 凤锦瑟绝对会舔着脸出来的 母妃定有办法说服凤锦瑟这蠢货 三皇子啊 真是不好意思 大少爷说了 大小姐身体不适 就算是陛下清零 小姐也是无暇接见 三皇子还是早些回吧 很好 这个仇他记下了 四儿 你看 这不是你喜欢吃的糖仁吗 三哥 我们回去吧 这么多东西够我吃好久了 快装起来 这些 这些 都要了 是是是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哪个不长眼的 干 奴婢该死 不知是凤小姐 真是冤家路窄 姐姐 好巧啊 嗯 是出院玩的 陆小姐真是好家教 竟让一婢女如此的嚣张巴扑 若非今日遇上的是我 那些平民小姐 岂不是便遭了这婢女的凌辱 凤小姐恕罪 是奴婢的错 是奴婢的错 姐姐啊 何必发这么大的火 婢女不懂事 小门小户的人 的确养不出什么好狗 起来吧 再有下次 本小姐定将你冲为君奴 是是是 谢谢凤小姐 这女人 今日怎如此大的气眼 平日里 婢女嚣张一些 凤锦瑟都是不会管的 更是对她百般纵容 今日 正让她在众人面前难堪 说她是小门小户之人 姐姐命好 有三皇子的宠爱 又有清平王的看重 不相清淡 父亲只是个芝麻小官 没人看得起清淡 周姐姐 愿意带清淡好 她这委屈柔弱的样子 引得周围人都投来了 心疼的眸光 陆小姐虽家势不好 但是清丽美艳 心地善良 凤小姐这样贬低人 实在有失形象 是啊 我好在有凤家 所以清平王不敢对我如何 可若是妹妹 不小心落入清平王府 那怕是要成为 第九个不知名死亡的王妃了 所以妹妹地位低贱 还是有好处的 这 这是什么意思 清淡不须羡慕我 至少你这身份 不配入皇宫贵族的府门 所以啊 你命大着呢 这贱人是在嘲讽她身世低贱 不配嫁进皇族 姐姐 不过 清淡 莫要望自菲薄 有我在 定能给你许个好亲是不是吗 姐姐叫哪里啊 清淡也要去啊 清淡想陪着姐姐啊 好不好嘛 自然是好的 我们两姐妹要一直在一起 三皇子 好可怜啊 三皇子这么喜欢姐姐 姐姐为何不与三皇子在一起 今日 又将三皇子冷落在门庭 这女人知道的还不少啊 清淡呀 你可真是我的好姐妹呀 你可知道 这清平王 丑陋血腥 府上死了八个王妃 你未来关心我便罢了 如今相遇 你竟是为了三皇子打抱不平 一点也不关心我的死活 你可知 那一晚上 我有多害怕呀 她这可谓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那天晚上 她可是惬意的很呢 这女人 不关心姐妹 还惦记别的男人 够下贱的 姐姐啊 清淡今日便是要去找你的 可就是这么巧 在街上遇见了你 我以为清淡待我如亲姐妹 定会在宫外等着我归来慰问一番 可是 从我胆战心境入宫到现在 都未曾见到你的一丝身影 你可知道 我有多害怕嘛 我多么期待你能来陪我归家 可你却姗姗来迟 还知此未提关心我之意 真是让我心寒 姐姐 你莫误会清淡 清淡听说此事 一早便要出门 是家父闭讳 不让我出门 清淡跪下救父亲 才得父亲开恩 清淡一出来 便赶紧来见姐姐了 清淡好妹妹 别哭了 哭得都不好看了 哎呀 天丝不早了 妹妹妆容有损 还是赶紧回去吧 别让人看了笑话 哎 妹啊 走慢点 哥走不动了 夜色渐浓 十宝喝足的凤锦瑟 躺在了浴桶中 如今 他重生归来 最重要做的事情 就是让苏南琛与陆清淡 互相狗咬狗 再拔除他所有的势力 让其失宠 而他自己 也需要有技术在身 才能更好的 与陆清淡和苏南琛 斗智斗勇 所以 他现在需要找个 有才艺的师父才行 啪哒一声 像是有什么东西 从窗口落下来 进来了 是我 小华年 奉府戒备森严 你也不怕被我父亲逮了 只要能见夫人一面 就算是被岳父大人 绑着游街 我也是不怕的 嗯 既然如此 那 夫君 就为为妻 更衣就寝吧 那隐约在水面下 呼之欲出的沟壑 让他脸颊 瞬间滚烫 如熊熊主燕 这丫头 是在玩火 好啊 维夫现在便伺候夫人 这男人 竟然来真的 丫头 你可知 用这样的眼神 盯着一个成熟男子 是容易出事的吗 人家早就是你的人了 还谈什么有的没的 小华年 我给你 生个娃娃吧 这丫头 真是来要她的命 她不过是挑逗她一下 没想到 这男人这么的不经撩 她也知道 这是因为萧华年 心中有她 更是因为有她 才不会对她动手 而她这样 是为了让萧华年知道 她是喜欢她的 她也想过 若有了身孕 那便能直接成为 清平王妃 管她什么三月之期 凤小姐这般的不矜持 若苏南琛知晓 该有多伤心 唉 所以 对于凤锦瑟的转变 萧华年的心里 有个猜想 她是为了苏南琛 来靠近自己 萧华年 我知道 就算告诉你 我不喜欢苏南琛 你现在也不会相信 但是 我们的时间还长着 所以 让我用余生 来证明我的心意 可好 还是说 你喜欢 我用这种方式来证明 嗯 被凤锦瑟再次挑逗 萧华年的身子滚烫 她一把推开凤锦瑟 木讷地起身 背过身 凤小姐好生休息 天色不早 我先回府了 看着她慌忙逃跑的样子 凤锦瑟不透盖地在床上笑出了声 萧华年 在她眼中竟有些可爱起来了 一日 小姐 陆小姐来了 姐姐 姐姐 清代今日是特地来灯门致歉的 这是清代亲自做的香囊 有安神之效 还请姐姐笑纳 啊 我一直想妹妹的心意 妹妹早些回去吧 这女人 不是献殷勤 这香囊一定有问题 除了道歉 妹妹还想起一事 要告知姐姐 姐姐 还好姐姐前日没有喝那糖水 是清代疏忽 想必是那糖水过了期 清代喝了以后 头晕目眩 止不住的甘恶 清代给姐姐挡在 真是高兴 她说这些并不是为了博取凤锦色的同情 也不是真的解释那汤的问题 而是想知道 这女人是否知晓那汤水有问题 那真谢谢清代了 都怪我不小心弄伤你 将养颜玉须膏拿来 小姐 这名贵的药材 要给这陆小姐 真是糟蹋好东西 这陆小姐 好生不要脸 快去 取我桌上右侧的那瓶来 既然这女人想要最好的 她自然要将好的东西给陆清代 她要将陆清代捧上云端 再狠狠地摔下来 是 姐姐 对清代如此好 清代怎敢 总要姐姐的东西 妹妹嘴上说不要 却从未推举过 想来是怕我为难 妹妹真是善良啊 她怎听着这话这么别扭 像是说她脸皮厚一样 不过 这次的确是我的疏忽 才会让你受伤 妹妹店是无处寻得好高药的 我早已为妹妹备好了 这该死的凤锦色 竟还嘲讽她家世贫困 这女人还真是能忍 脸皮不是一般的厚 大小姐 三皇子请您明日沉实 闭壶泛舟 知道了 下去吧 她想躲过三月之期 直接与萧花年在一起 自然是不会回应她 可现在 陆清代在身旁 她自然是要好好 气一气这女人 姐姐有三皇子 清心相待 真好 清代不必伤心 你自然有我相待呀 唉 可怜妹妹家是平庸 那些达光贵族看不上你 那是他们眼光不好 只要有我 定不让妹妹受欺负 凤锦色今日是怎么回事 为何总是拐着弯地骂她 彩玉 为陆小姐取一套 今年最流行的衣裳出来 姐姐带清代真好 可三皇子只约了姐姐 清代去 是否会惹得三皇子不开心 这女人可真是会欲据还迎 啊 原来清代是想与我们一起游湖啊 感情凤锦色送她衣服 不是为了带她去游湖 糟了 草率了 清代身份卑微 不配见三皇子 清代以为姐姐送来的衣物 是想要清代前去 可清代 只能拒绝姐姐了 清代最好让姐姐为难 让三皇子不快 清代果然通情达理 这贱人倒是邀请她呀 三皇子高贵 我也不敢私下带妹妹去呀 若是礼仪得体的千金小姐 三皇子或许不会说什么 但妹妹 啊 妹妹有伤在身 吹不得风 还是好生修养才是 这贱人 话里话外都在暗指 她不配与其书行 她定要让凤锦色带上她 姐姐处处为清代着想 清代真是受之有愧 清代能为姐姐做的 唯有助姐姐和三皇子 能永结同心 清代跟着姐姐去 说能为姐姐出谋 画策一番也是好的 可清代 人为言轻 姐姐定是嫌弃的 好一招已退为进 博取同情啊 前世她怎就没有发现 这陆清代说起话来 如此恶心 这女人一天天的演戏不累呀 她都快奉陪不下去了 清代不必勉强 我近日疲劳困乏 先去歇着了 怎么事情不是跟她想象的一样啊 凤锦色怎么跑了 她可不能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既然是姐姐向邀 承蒙姐姐不嫌弃 清代定的奉陪 姐姐定要戴上香囊 那是妹妹寻来的偏方 可祝姐姐身心愉悦 陆小姐拿好了 这些可是您八辈子都攒不来的 您可要多感谢我们小姐 有什么好嚣张的 待她得到苏南辰的心 一定让苏南辰将凤家灭族 次日 该死的凤锦色竟忘了告知她时辰 害她白白等了这么久 参见三皇子 陆姑娘请起 对不起三皇子 小女无意冒犯 陆姑娘可是身子不适 无碍 姐姐带清代好 试试清代今日一同出行 是昨日清代自己 走得急 忘记问姐姐何时辰 今日来早了一个时辰 陈有些麻 不碍事 作为相邀之人 凤锦色竟不告知时间 让一个弱女子等了这么久 真是可恶 清代是小门小户之女 不介意多等 可是今日是三皇子相邀 姐姐怎么不让下人接待呢 三皇子默契 姐姐定是有事耽搁了 你呀 就是太善良 她在凤府 能有什么大事 姐姐她是凤府嫡女 平日里管输下人 更是要装扮自己 只恨清代 人丑言轻 什么也做不了 哼 只有清代这样素雅女子 才是本皇子喜欢的 那凤锦色再打扮呢 也是山鸡装凤凤凰 哟 这一大早的 可真是热闹啊 她以前怎么没觉得 凤锦色这么好看 这一对比 身侧的陆清代 就像个小丑一样了 哼 锦色 不愧是南岳第一美人 姐姐为了取悦三皇子精心打扮 清代等多久都是无所谓的 可将三皇子笼落在门口 谁说不该啊 锦色 为何今日凤府门口 竟然无人接待于我 你可知我在这儿等了多久 小姐 我等今早寓意狂吐 将我二人钱包偷走 我等来不及回禀 这才回来 请小姐恕罪 原来如此 你二人辛苦了 她表演得很是自然 不会让人看破 这两人是她一早安排好的 让三皇子见笑了 锦色 这可真是巧啊 没想到 我如此心悦于你 已经如此不信任我 哈 锦色 你误会了 我呀 只是担心凤府门前能遭劫 然后啊 定要让凤相加紧防卫 莫伤了锦色才是 这男人 可真是巧射如皇 应对自如 也难怪上一世 会被骗得凄惨下场 这贼子犯上 定是身份颇高 这两个门尾离开 怎能没有人来 替他们守卫府门呢 姐姐莫多想 清代也是关心姐姐 姐姐定不是故意 冷落三皇子 才寻得这样的借口 定是姐姐抚上的 这两个门尾太不尽责了 而且他们前日竟说姐姐 就要在家 妹妹明明在肩上 撞结姐姐 买了汤葫芦 这二人这么做 险心让三皇子误会姐姐呢 他们这是造了什么孽呀 天天给小姐背锅 不过姐姐 多吃甜食对身体不好 清代知你爱吃甜食 但也莫糟尽了身子啊 哎 贱人 看你怎么狡辩 锦色 你昨日不是说身体不适 在府内休养吗 况且 本皇子说过不惜甜食 你也曾答应过会戒掉 如今呢 你屡次相骗 真是让本皇子好生事我 昨日 我已不为他出府院 没想到南辰你竟不信我 在你心里 我就是这样不想信用的人吗 锦色 莫哭 本皇子不该凶你的 这活祖宗他可惹不起呀 鲁青代已经看闪了眼 我知道你喜欢南辰 想与我一道嫁给他 可妹妹 你不来关心我也就罢了 怎还能污蔑我 这街坊邻居 都可以为我作证 一查便知 没想到 你为了让南辰讨厌我 睁着眼睛都能说谎话 你太让我狠心了 锦色 你放心 本皇子 只愿娶你一人 断不会看上其他人的 特别是身份悬殊之 休想爬上枝头 痴人做梦 陆青带脸色一黑 他 他该怎么去啊 路途迢迢 难不成 走着去吗 半日后 碧油湖 南辰 你快看这景色 真美啊 你快让他们准备准备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姐姐 你怎么这么狠心 我等等你千代呀 是我的错 没想到 妹妹体力如此之好 长途跋涉还能生如红中 我眼镯今日才看出 日后 我定会让父亲举荐妹妹 坐着京都第一种标头 妹妹前途不可限量啊 奇怪 南辰为何是这种表情啊 陆青带摸了摸脸 啊 脱妆了 锦瑟你看 这山鸾叠叠 碧波蓝天 可美啊 锦瑟别怕 有我在 竟然是他 他怎知自己在此 哼 没想到啊 本皇子与锦瑟在此游湖 会遇上清平王 清平王真是 好生雅兴啊 完了完了 会不会让肖花年误会啊 他本是想整苏南辰和陆青带 大事千算万算 都算不到肖花年会出现 怎感觉像被捉奸了似的 肖花年 你怎么来了 本王自然是来找王妃的 如今父皇下旨 你我二人公平竞争 锦瑟怎能是你的王妃 锦瑟心中的人是我 望清平王自重 锦瑟已是本王的人 自重之人 应是三皇子才是 哼 已经成为破鞋的女人 还想与他抢苏南辰 简直是做梦 姐姐啊 平清再去看看锦瑟吧 清平王 本皇子有话同你讲 三皇子又何事 姐姐你看 这水里有鱼啊 凤锦瑟淡然地看着水下 他早就知道 背后之人的意图 他是故意将后背 让给陆青带 凤锦瑟扬唇一笑 就在身后的手 推向他的背时 他一个转身 侧身勾腿 顺势将身后的人 一脚踹进了湖里 既然是赏景 那就自然要配上表演 救命 救命啊 快快救人啊 我不失水性 清带快淹死了 锦瑟 你没事吧 你们不去 我去 他当然不会跳下去 不过是做戏 他就不信 苏南辰不会为了 赢得他的好感而不跳 萧华年察觉到了 他眉色微斩 这丫头又是在演戏 锦瑟 你不会有水 不能跳 若是生病了 本皇子会心疼的 妈 救命啊 既然三皇子 怜香惜玉 这么心疼 本王的王妃 本王只好成全 三皇子的 英雄就美了 苏南辰还没反应过来 被人用力一踹 没办法 他只能去救 陆青带了 他原本便是想将 苏南辰也弄下去的 可笑花年 明目张胆地做了 真是帅啊 薄润的唇瓣 贴在了凤极色的 樱桃小嘴上 他按住凤极色的 小脑瓜 加深了吻的力道 那个 我不是有意 跟苏南辰出来的 我就是想气气他们 夫人 是属猫的吧 你不生气 就当你原谅我了 走 我带你离开这里 诶 等等 好戏还没开眼 我怎么能走呢 等主持人出来之前 夫君与我 信息上美景一番 莫辜负这山水之色 好 不久之后 苏南辰冒出了水面 他的手里 抓着昏迷的陆青带 嫌弃地将陆青带 扔在地上 当他抬眸看着你浓我浓的 凤锦色和消化年时 瞳孔中的怒火 喷射了出来 他瞪着地上的陆青带一眼 转身去换干净的衣裳 都怪着陆青带 他现在反倒成了 成人之美之人 等他怒气冲冲进去后 凤锦色转过了他的小脑瓜 眯眼看着地上昏迷不醒的陆青带 露齿一笑 他捏手捏脚地冲过去 将已经湿过水的一只香囊拿出 塞在陆青带腰间 不易被看见的地方 肖华年 一会儿无论发生任何事 就算事关我生命 你也不能有任何的动作 你可要记住了 对于他的计划 肖华年幽深的毛子微闪 饶有兴致地点头 青带 我的好姐妹 你也没有事啊 你吓死我了 陆青带的身子落了水 本就焦弱得很 现在被他晃来晃去的 胃里疼痛地翻滚着 直接两眼一翻 晕了过去 肖华年 冷静地站在远处 一双深邃的眼眸 一颗不停地 落在自家媳妇身上 这鬼灵精 突然的变化 让他有一丝的惊讶 青带 南辰 青带晕过去了 我们快找大夫吧 他是我的好姐妹 我不能让他有事 好啊 三皇子请放心 陆小姐也安然无恙 只要喝了草民开的药方 定能抵御寒气入体 以免引发风寒 知道了 下去吧 都是我不好 没有抓紧青带 青带从身后冲过来 使我疏忽 就下意识地躲开了 什么 是他从你身后冲过来 青带浑身都湿了 我给他换干净的衣裳 南辰 你还是回避一下吧 过了一会儿 旁边的一声巨响 像是有人破窗而入的声音 金色 你可有受伤 你在做什么 快 快就青带 方才有几个人冲进来 直接掳走了青带 不想死的就让开 你在这待着 本皇子下去 喂 你们这群蠢货 把错人了 虽然面相是普通了些 但是身上的味道 我们不会认错的 凤小姐别抵抗了 我们受人之托 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你是逃不掉的 混蛋 我不是凤小姐 大胆狂徒 还不束手对谁 你们赶上前 我就将你们凤相的女儿杀了 胡说什么 三殿下 你们方才说 绑架凤家小姐 是又如何 三王子殿下 救我 他明明设计的是凤锦瑟 为什么被绑架的是他呀 当众被摸 他的清誉算是毁了 他还需要 陆清代日后的帮衬 不能不救 他不是凤家小姐 赶紧凤人 三殿下真会说笑 你二人狼情怯意 眉目传情 怎么看都是一对小情侣 这不过是你想救凤小姐的把戏罢了 大胆狂徒 你们定是看上了凤小姐的天人之姿 凤小姐纵使有千娇百媚 让清平王都欲罢不能 也容不得你们侮辱 你们再不放人 就算凤小姐死了 你们也会被碎尸万段 在远处楼上悠闲喝茶的萧华年 突然猛壳不止 这丫头 还真是不害臊 金色 你这是做什么 他们不会相信你的 唯有提出清平王才能吓住他们 这世上还没有人赶在清平王头上动土 这么仔细看 这女人的身段是真的不错啊 能让清平王看上她 自然是有物 还真不错啊 放肆 你们如此侮辱凤小姐 定会死无葬身之地 你们放了她 我做你们的人质 保你们出城 这不是凤小姐吗 那被绑架的是谁啊 别说话 也许这是凤小姐的缓兵之计 凤小姐这么勇敢 想必是设计拖延时间 等人来救人呢 哎 有道理 有道理 金色 你不冲动 听说有人再次凌辱本王的王妃 真是活腻了 此时的凤锦色也是一脸蒙的状态 他狐疑地看向萧花年 他本打算恐吓这些人 将陆清代的罪行说出 可萧花年的出现不在他的计划中 萧花年对着他舒心一笑 是让他放心 接下来的交给他 清平王饶命 清平王饶命啊 小的不知凤小姐是您的王妃啊 呦 本王护其心切 没成想 确实一出闹剧 这女人根本不是本王的王妃 也不是凤家的大小姐 凤锦色 三王子 放心啊 没事了 还真是良情惬意呢 清平王饶命啊 既然这不是凤小姐 这是一场闹剧啊 我们 是不是可以离开了 可以 不过 你们从一开始的目标 便是凤家小姐 若不说出背后的主谋 本王现在就叫你们 大谢八块 王爷 王爷饶命啊 我们 我们真的不认识凤小姐 你们既不识凤小姐 是如何便是 是 呃 呃 是有人告诉我们 他会将一个香囊 提前放在凤小姐身上 这些蠢货 千万别暴露他 怎么了 可是 身子不适了 死到临头 还不肯说出幕后主事 本王现在就将你们 扔到海里 去畏惧杀 是陆秦南小姐 是陆小姐将凤小姐的行程 告知我们 用重金悬赏我等 让我们毁了凤小姐的亲语 王爷 我都说了 求您放过我们吧 哎 三王子 相信我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我怎么会害秦瑟 陆小姐 当真是本王爱奇的好姐妹啊 我相信 青带不会害我的 一定另有隐情 这女人 当真傻得可怜呢 都这样了 还为她说话呀 哎 凤小姐真是善良啊 就怕呀 是天真过头咯 说 是否有人让你污蔑陆小姐 离间我二人之情 凤小姐 冥界 清平王在上 小人不敢说谎啊 那你倒是说 你是如何将陆小姐认成了凤小姐 青带若是要害我 怎会自己遭殃 这丫头是在钓大鱼呢 陆小姐说 在凤小姐的香囊里 她早就放了香草 只要闻细味 就知道谁是凤小姐 青带 为什么 这香囊是出发前一天 你给我的 你特意让我戴上 原来 存的是这个心 我这么信任你 陆青带 看谁能来救你 天哪 陆小姐真是偷鸡不成十八米 哦呦 这么犯贱的女人 活该自己遭殃啊 凤小姐砸得好 打死这个婊子 不 不是我 说是我 为何遭殃的是我 哼 你想不到 想要将锦色撞进湖中 让香草未散 却没承想自己失足 导致你过得人认错了人 今日 陆青带 你还有何辩解的 我可以对此事既往不咎 但从今日起 你我 恩断义绝 锦色但你如此之好 你究竟为何要害她 王爷 是因为陆小姐爱慕三皇子 她说 事成之后 她成为皇妃 定少不了小的们的好处啊 小的都说了 王爷请放过我们几个 讨生活的贱命啊 哎 当父啊 陆青带的整个人 都像被雷击一样 面若死灰 两眼一翻 直接气得晕死了过去 苏南辰的脸 更是绿得可怕 被陆青带这么一整 她很有可能 失去凤几色的信任 三皇子殿下 还是去联系你的陆小姐吧 你与陆小姐情深意后 又何必来勾搭我呢 来人 将陆青带扔回陆府 禁止她在踏足 本皇子的府院 凤小姐的千娇百妹 可惜本王还没见识过 你都听见了 那是为了引出陆青带的狐狸尾巴 才这样说的 肖华年一把把她圈进怀里 这大街上这么多人呢 肖华年怎如此的不知羞 不正经 本王对自己的王妃不正经 人之常情 本王更是想知道夫人你 是如何的千娇百妹 谁是你夫人 你走开 参见新平王 放下来吧 我自己能走进去 其实 你可以带我去见年月照 会的 现在 还不是时候 嗯 进去吧 我走了 肖华年你自便 睡眠 熟睡中的凤锦瑟 听到了门口传来了动静 是谁 主子莫怕 你是谁 为何叫我主子 属下明飞燕 是王爷命属下 暗中保护主子 以后飞燕 只听主子一人调遣 快起来吧 以后便辛苦你了 照顾主子 保护主子 是属下的分内之事 其实飞燕 一直在主子的身边 今日 才找到机会现身 嗯 陆青带对小姐的计划 王爷一早便知 但是属下知道小姐的计划 才阻止了王爷 对陆青带下杀手 主子您暗中发英雄帖 让人去威胁 那些要害主子的人 给足银两 到时候倒打一耙陆青带 这件事情 便是飞燕做的 原来 萧华年什么都知道 今日 他亲自前来 便是怕自己 也许回计划不当 发生危险 他这么尊重 他的决定 为了不让他多言 被苏南撑起疑心 更是见缝插针 前来质问那三个大道 凤锦瑟心中一暖 无论是前世 还是今生 萧华年总是 对他这么的好 小姐小姐 贵客到访 是位小姐 来找大小姐的 是个姑娘 是吗 原来沈小姐 是来找我家妹妹的 没成想啊 我家妹妹 还能有这么好看的姐妹 三哥 门外是谁来了 什么人能让一向 大大咧咧的三哥 说话声音都这么细柔了 还一脸害羞的模样 凤小姐 别来无恙 姑娘家的 天天不正经 来朋友了 现在才出来接待 这男人 不会是看上 沈曼珠这小可爱了吧 沈小姐能前来 景色还是欢喜 进来吧 看住三哥 别让他打扰 我们姐妹的聚会 是 三少爷 您的功课可做完了 若是没有 奴婢 现在就要去禀告老爷 这招用在三少爷身上 真是屡试不爽 我本想一早就来慰问凤小姐 但是口风未过 难免惹人闲话 因此延误了几日 这几日 凤小姐可还好 都是因为我 你才会陷入这样的僵局 你放心 我自有解决办法 那便好 前几日 听说凤小姐感染了风寒 曼珠会一些衣礼 为凤小姐看上一下吧 放心 这不过是我用来 躲避淑妃娘娘 邀约的借口罢了 原来是假的 那就好 沈小姐 会医术 沈家世代洗衣 父亲是太医院的院判 我从小 跟着父亲学习医礼 在医学上 稍有造诣 让凤小姐见笑了 不知沈小姐 能否传教一二 沈曼珠 干脆就大大方方的 邀请凤锦瑟 去神府学习了 凤锦瑟收拾妥当以后 便出发去神府 前脚刚迈出 相府的大门 锦瑟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三皇子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个该死的女人 前几日 必须不见自己就算了 她找了母妃 来请她都请不动 锦瑟 这么长时日没见 你知道 不会多想你吗 苏南辰的演技并不算好 也难为自己上辈子 眼瞎到这种程度 三皇子殿下 几次 这段时日 为何不见我 说啊 你知不知道 母妃这几次请你 你都没去 她已经不高兴了 三皇子殿下 请自重 陆小姐对您情深一重 您可千万不要 像负了我一样负了她 三皇子 你这是做什么 锦瑟 我想你 很想很想你 上次的事情 真的是那个贱人陷害我的 我和她没什么 你要相信我 我最爱的就是你了 爱到刻骨铭心 哪怕你已经和清平王 我心痛 我难过 却也还是不能放弃你 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纳姨姨 我确实 但是之前在皇上面前 你分明说过 你不在乎我和清平王之间的事情 你是骗我的吗 还是 你是骗皇上的 如果承认了自己介意 那岂不是欺君之罪 我不介意 我一点都不介意 连我的清白都不在乎 你又要如何让我相信你爱我 她就是要让苏南辰抓心挠肝的难受 怎么哄也哄不好 那你究竟是希望我介意 还是不介意呢 我不知道 或许 三皇子殿下自己思考过后 再给我答案 这一刻 苏南辰打死她的心都有了 来家 没带我呀 接下来一连几日 苏南辰都没有想明白 凤锦涩那个问题的答案 只能进宫求助淑妃 哎呦 傻孩儿 她这是怕你不要她呢 这世间 哪个女子不在意心上人对自己的看法 新婚之夜 她已经失身于清平王 她这是怕你嫌弃她呢 母妃 那她那个问题 我到底该如何回复呢 若是说介意 那就是欺君之罪 若是不介意 就是不爱她 唉 儿臣想了好几日 都没想出合适答案呢 有了 淑妃眼前一亮 朝苏南辰勾了勾手指 苏南辰侧耳倾听 淑妃在她耳边敲声说了些什么 她脸上神情越听越得意 哼 还是母妃聪颖 这都能被母妃想到 淑妃给她的答案 几乎是无懈可击 滴水不漏的 有了这个答案 她就不信红不好 风锦涩那个蠢丫头 嗯 女人心 你看不透也正常 不过 以后你可得多加注意 不能每件事都需要本宫教你 儿臣多谢母妃指教 那孩儿这边去相府 找凤锦涩 唉 慢着 淑妃一把拦住她 你急什么 上次陆青带那个贱人做的事情 很显然伤透了凤锦涩的心 你若是这个时候去找她 她心中难免会有芥蒂 那母妃看应当如何呢 再过几日便是祈巧节了 按照宫中的传统 届时会有一个宴会 朝中文武百官 未婚嫁的孩子都会出席的 祈巧节可是一年一度 最具风情的节日了 若你在祈巧节那日 玩点小花样 凤锦涩 不是守道秦来 嗯 母妃说得对 一日 小姐 怎么了 有什么话要说吗 小姐 陆小姐来了 奴婢还是去回绝她吧 不让她影响小姐的心情 陆青带 见 为什么不见 姐姐 我还以为 你不愿意见我了呢 哟 今日什么风 把妹妹吹来了呀 如果上次事成 那现在众叛亲离 被人指指点点的 就是凤锦涩了 姐姐莫不是 还在因为上次的事情怪我 上次的事 难道 姐姐已经忘了 哦 我想起来了 你是说 上次你找了三个江湖浪子绑架我 结果他们认错人 把你带走的那件事吗 当然记得 妹妹送的礼物 我可不敢忘呢 哼 姐姐啊 上次的事情 真的是个误会啊 你是我最好的姐妹 我怎么会找贼人 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是那些贼人诬陷我的 你可不要惊喜他们的话啊 好了妹妹 你别哭了 过去的事情 就让她过去吧 这么说 你原谅我了 什么原谅不原谅的 事情既然不是你做的 你就没有对不起我呀 还是说 你本来就对不起我 所以才需要我的原谅呢 凤锦瑟知道 她是带着墓地来的 此时也不急着打探 她就要磨着陆青带的性子 要她忍不住主动 说明来意 二人天南海北地聊了很久 说到女娃造人 妹妹倒是觉得奇巧节 还蛮有意思的 无数年轻男女 在奇巧节这日 供赏花灯 祈求他们的爱情 有一个好的结果 原来是为了奇巧节来的 妹妹无故提奇巧节 应当是有什么原因吧 还是逃不过姐姐的眼睛 妹妹昨夜听闻 今天奇巧节 好上有一大半 朝中所有官家子女 都会去 嗯 然后呢 然后 朝中那么多女子 若想咽压群芳 不得有一件像模像样的华服 哦 是想要管她要衣服啊 凤锦瑟和陆青带 环步走入仙之房 二位小姐 来来来 里边请 小姐若是有哪件喜欢的 我拿给您试试 不说哪件贵 她怎么挑啊 若是让凤锦瑟给她买了一件店里最便宜的衣服 那不就亏大了 你说 你们店里最贵的那一件是哪一件 就是这件 你确定 就这件 这件就是最贵的 不是货的女人 这件衣服 真是最好的 那我试一试 这位贵客 非常抱歉 这件衣服太贵重了 如果没有买的话 是不可以试穿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刚才不是说还可以试穿的吗 除了这一件 别的都可以 你什么意思 瞧不起我是不是 刚刚还说都可以试穿 现在我想试穿这件了 你又不同意 不买不让试 好 那我们买了可以吧 我们 我看这两件衣服挺像的 要不让她试试那一件吧 这件我要了 天呐 姐姐是准备把这件衣服送给我吗 真是太谢谢你了 谢我做什么 是为了今日这件纱裙呀 姐姐 这件衣服 可是这家店里最贵的衣服了 真想不到 姐姐竟然会送给我 真是太感谢姐姐了 今日这件衣服 不是送给妹妹的 你自作多情了 这两件 哪件比较好看呢 好 就要这个了 姐姐啊 我选好了 好 那你快些结账 姐姐啊 我今日忘了带银带 那不如 姐姐帮我付了吧 姐姐啊 我回家取了银子以后就还你啊 哦 原来是借呀 你早说啊 日历三分如何 好啊 都依姐姐的 姐姐赶紧帮我付了吧 不急 先把字句打好了再说 时间一会儿就到了奇巧节 你来做什么 见过凤相 我是来接瑟尔的 瑟尔还在屋中打扮 怕是要很久 三皇子不如先过去 瑟尔收拾好了 自然会去的 既是如此 那我就在这里等他好了 简色他怎么还没出来啊 要不然找个人去看一下 看什么 女子打扮的步骤繁琐很正常 三皇子若是等不及 就先过去吧 老爷 卿平王来了 见过凤相 想不到三皇子也来了呀 你来做什么 很明显 你来做什么 我就来做什么 是吗 那还真是巧了 巧个屁 萧华年懒得理他 小姐出来了 我来迟了 你们等急了吧 三皇子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 我是来接你的 瑟尔 我等你很久了 我们走吧 瑟尔 和我走吧 我们是有婚约的 你忘记了吗 如果苏南辰没来相府接他 他早就出来了好不好 他是万万不能和苏南辰一同去宴会的 但是如何才能和萧华年一起过去才是问题 你们两个是在胡闹 喂 我家瑟尔还是位出阁的女子 怎能与你们一同出席宴会 你们都回去吧 瑟尔啊 是要和我们一起去的 是啊 圣上有旨 有二位 公平竞争 今日瑟尔 无论是和你们谁过去 都不合理 还是和我们一起走吧 快同意 快同意呀 也是 是萧某唐突了 既然如此 瑟尔还是和凤相一同去吧 爹 我绝不能和三皇子成亲 所以 我无论如何今日都不能和他一起去宴会 我知道 所以你才把清平王请了过来 不是吗 爹爹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而且 哪怕已经知道了 却还是陪着一起演了戏 哼 你半天不出来 清平王一来 你就出来了 除了苏南辰那个蠢货 谁看不出来这其中的联系啊 爹爹都看出来了 也没有戳穿我们 不然呢 如果清平王没来 他又那么容易打发苏南辰啊 不过 清平王也不是一个好打发的 爹 这就是我想要告诉你的另一件事情了 今晚 我需要和肖花年一同出席宴会 你疯了吗 爹 女儿有自己的考量 今夜这么重要 又有这么多人看着 我就是要让大家都知道 我是和清平王在一起 而不是三皇子 我的宝贝瑟儿 你可真是命苦啊 爹一定会想办法的 爹 肖花年没有世人以为的那么坏 他值得这世界上最好的一切 也值得女儿和他在一起 爹 我去了 本王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好几日没见 你有没有想我呀 怎么可能不想 他每时每刻都在想他 想得撕心裂肺 想到癫狂 恨不得把他绑在自己身边 一刻都不分离 大家应该都去了 看来一会儿 我们会成为全场的焦点呢 准备好了吗 请平王 凤锦塞 你可知宴会是什么时辰 知道 凤小姐同我在街上游玩 一时忘了时辰 还请皇上见谅 父皇 要怪就怪儿臣吧 方才儿臣三人一同赏花灯 眼看着时辰要到了 儿臣一时心急 便先行过来了 却忘了提醒锦塞和清平王 若是要追责的话 其罪在我 见过找吃找喝的 还没见过苏南辰这样找骂的 锦塞 你与清平王的关系倒是蛮好啊 怎么会呢 皇上竟会说笑 与瑟尔有婚约的是琛尔 瑟尔又怎么会和清平王关系好呢 方才琛尔不是也说了 他们三个人一起上街 然后琛尔先来了宴会 所以瑟尔才和清平王一起过来的 挥禀皇上 臣女多谢三皇子殿下的解围 但是今日之事与三皇子无关 还请皇上责罚 今日是奇巧宴会 来迟了就来迟了 何必如此紧张啊 不过既然来迟了 罚还是要罚的 你们两个既然来迟了 就自罚三杯 祝祝信可好啊 柱子请吧 她的三杯酒我替她喝了 好一出英雄救美啊 罢了 朕饶了你们 皇上 臣女 臣女做错什么事了吗 你还敢问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 做师当众嘲讽朕 你好大的胆子 愚蠢的陆千代 竟然不知道 她这首诗的主角 与皇帝生母的名字一样 而始终讲述的故事 在现实也是有考据的 当年皇帝的生母 还是一个小小的宫女 为了勾引先帝 便在没有别人的时候 一丝不挂地跳了一支舞 这件事后来被压了下去 却始终都是皇帝心中 拔不掉的一根刺 臣女 臣女没有啊 朝中知道皇帝生母 过往的人并不多 这件事是皇帝的大忌 因此 谁都不敢把这件事传播出去 皇帝想责罚陆清代 却又不愿意让更多人知道 他生母的事情 便只能这样僵持着 皇上 陆清代这首诗虽然颇为巧妙 但是 在这奇巧节上 实在是有些不妥 奇巧节本是为了歌颂 年轻男女的纯真爱情 但是这首诗 却把男女之情说得污秽不堪 实在是犹如古人 对这个节日的美好愿景 因此 臣女斗胆建议 取消陆清代诗词大赛的资格 这番话说得颇为巧妙 逼过了皇帝生气的真实原因 还很好地找了借口批判这首诗 你说的是 他确实应当被取消资格 那 今年的诗魁便是臣女了 我们方才可说好了 当了诗魁的那个人 可以指定场上任意一人 做任何事情 那 臣女便要指定陆清代 模仿方才那首诗中的女主角 一丝不挂 当众其武 此言一出 全场哗然 只有皇帝嘴角 泛起了满意的笑容 哈哈哈哈 赌约 大家都知晓 你既然决定要如此责罚 那就 愿赌服输吧 怎么会这样 这和他的预期不一样啊 为什么被罚的是他 为什么凤锦瑟 会提出如此恶毒的要求 为什么皇上同意了 不可呀 皇上 万万不可 皇上 爱女乃是未出阁的姑娘 让她当众做这种事 这是要她的命啊 皇帝不悦地瞪了他们一眼 如果不是不愿意将这件事闹大 陆清代今日冒犯了他的生母 就算是死都绰绰有余 今日这个赌约 是陆清代自己提出来的 大家都同意了 皇上也同意了 现在说的是自己就不认了 皇上都在遵守赌约 你们却敢不认账 好大的胆子 没错 你们是准备抗旨不尊吗 皇上 臣不敢 既然不敢 那就开始吧 陆小姐 你怎么不跳啊 哦 我明白了 跳舞啊都有伴奏的 皇上 您这就有点为难陆小姐了 连乐师都没有 要陆小姐怎么跳啊 陆清代感受到了乐师灼热的目光 更是连死的心都有了 在一片丝竹声中 他颤颤巍巍地张开双臂 扭出歪斜丑陋的舞步 一览无遗 他想不明白 事情到底是怎样一步步走到现在这个样子的 陆清代 这就是你害死凤家上下一百八十条人命的报应 你在这里等我吗 本王倒是没看出来 王妃竟是如此毒辣之人 你是在怪我吗 不会 他罪有应得而已 苏南辰从大厅中出来时 看到的场景便是凤锦瑟和香花年 二人互相挽着 笑得愉悦开心 脑海里猛地回想起 淑妃对他说过的话 琴儿 祈巧节是难得的机会 谁在祈巧节那日得到了凤锦瑟 谁就赢了 你一定要在祈巧节那天好好表现 让凤锦瑟误会你喜欢他 我们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他身上了 四儿 你怎么走得这么快 我在里面寻了你好久 都没等到你呢 宴会已经结束了 但街上还热闹着 走吧 我带你去街上玩一会儿 这个人怎么这么倒胃口啊 但是自己还不能拒绝得太过明显 毕竟在扳倒苏南辰之前 可不能让他起了疑心 三皇子倒是多心了 不过锦瑟要与我一同上街 就不劳烦三皇子殿下了 想和他争凤家的势力 做梦 原来是清平王呀 这么晚了不回府 与瑟尔说什么呢 哼 奇巧节 自然是互诉情话 倒是三皇子这么晚了 怎么还在邀请别人的王妃上街逛逛呢 你要是不说我还忘了 在相府时 我们明明说好的 有凤相带瑟尔来宴会 你为何出而反而 君子一言四马难追的道理 清平王难道不懂吗 我们确实说好了 但是后来 本王又觉得这么盛大的宴会 还是应该让大家都知道锦瑟的身份 毕竟大家难得有机会看到本王的王妃 不是吗 你 你难道 为了家人 我不做君子又如何 走吧王妃 我们上街转转 我想吃糖葫芦 你快过来呀 你快尝尝 超级好吃的 小花年看着他圆嘟嘟的小脸 那幸福的笑容 让他一时间有些出神 他想好好地守护这个笑容 他想让他一直幸福下去 你怎么不吃啊 是不是嫌糖葫芦登不上大糖 这边的两个人还在高高兴兴地吃着糖葫芦 竟没有注意到不远处的房梁上 蹲着一个黑衣人 突然前面拐角处传来一阵喧哗声 而后一群百姓窜出来 奇怪啊 实在是太奇怪了 锦瑟 锦瑟你在哪里 刚才发生的一切就像是一场梦一样 凤锦瑟真的被人掳走了 本王一时疏忽 凤锦瑟被人抓走了 去把他找出来 不要让贼人伤他分毫 若有任何差池 我连你们一同处置 明白了吗 锦瑟 你一定要没事啊 本王不允许你有事 三皇子殿下 出来吧 我已经过来了 锦瑟 我等你很久了 走吧 趁着月色正好 我呀 给你准备来惊喜的 还是不必了 三皇子殿下 已经很晚了 锦瑟该回府了 喂 我带你去看看我准备的惊喜 然后就送你回府 如何 他倒是要看看 他能耍出什么花样来 好 那你带我去吧 好大的手笔啊 苏南辰竟然为他精心准备了这样的环境 三皇子殿下 这是你特意为我准备的 今日是七小节 我希望你可以成为全天下最幸福的女孩 你上次问我那个问题 我有答案了 你不是问我是否介意你的清白问题吗 唉 说不介意是假的 毕竟呢 你是我最爱的女孩 现在却被清平王那个贼子糟蹭了 但这并不影响我爱你的心 我还是会娶你 我还是想要你成为我的三皇妃啊 还不等凤锦色做出反应 耳边突然出现力剑滑破空气的 舒舒的声音 有资格 殿下小心 快走 快走啊 正准备驾车先逃 苏南辰突然想到 自己身边还有一个凤锦色 只是再回头看去 河边空空荡荡 哪里还有凤锦色的影子 小美人 今日落到本大爷手里 可有吃不尽的苦头等着你 凤锦色本来还有些惊慌 听到这个声音 突然猛地放松了心情 果然是肖花年呢 好呀 大爷 准备怎么遮入小女子呢 小女子 可真是害怕呀 肖花年怎能经得起 心爱之人这样的诱惑 顿时血气翻涌 他朝周围看看 打了个手势 四周草丛中 发出了嗦嗦的声音 然后彻底地安静了下来 你怎么都不告诉我周围有人呢 我也不知道你竟然会 刺杀三皇子 你好大的胆子 也不怕他找你麻烦 有没死人 更何况 他要是有那个本事 查出是谁做的这件事 他刚才也不至于 被我吓唬两下 就把你弄丢了 万一呢 不会的 我用的剑 都是最为普通的剑 更何况他那边没死人 他又没抓到我们 怎么查 难道你是信不过你夫君吗 回去以后先别睡 我有惊喜给你 如果不是怕凤相担心 我真想在你身边 看看你什么反应 好了 我回去了 我不睡 我倒是要看看 你会给我什么惊喜 凤锦瑟回府以后 凤相和两个哥哥 才放心地睡去 他也回了自己的房间 洗漱完之后 就在桌子旁边发呆 放松下来的他 顿时倍感疲劳 但是 说好了要等惊喜的 凤锦瑟越等越困 小脑袋被手臂撑着 眼睛越来越睁不开 最后 不由自主地合上了眼睛 他没有看到的是 窗外深邃的夜空中 突然升起一支巨大的孔明灯 上面写着 至爱锦瑟四个字 悠悠升空 在那支孔明灯下 又有孔明灯紧跟其后 悄然腾空 第二日 在桌子上睡了一晚上的凤锦瑟 腰酸背痛 小花年真的给他准备礼物了吗 他为什么什么都没有看到啊 亏他白白等了一晚上呢 凤锦瑟越想越气 去 清平王府 转告小花年一句话 什么话 就说他是个骗子 锦瑟说了什么 他说 他说您是骗子 你带来消息了吗 当然 想要情报 你知道该做什么 上次的事 你查出来了吗 到底是谁 给我写了那首诗 你 你做什么 都给那么多人看过了 在我这儿 你还扭扭捏捏捏什么 上次写诗那人已经消失了 我还在追查 你就慢慢等着消息吧 但是你要我查的 沈曼珠和凤锦瑟的 把柄一事 嘿嘿嘿 我倒是查到了 嘿嘿嘿 我查到的是关于沈曼珠的 别看他表面一副 冰清玉洁 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 实际上背地里 他却养了个 小情人 嘿嘿嘿 每天晚上都有男人 从后门出入神府 雷打不动 你想啊 如若不是私会省曼珠 嘿嘿嘿 那人为何不光明正大的 从镇门走啊 终于 他终于找到 那个贱人的把柄了 这次的情报很有用 多谢 陆小姐还有什么想查的 尽管吩咐 嘿嘿嘿 你还是先把 作诗的那人找出来吧 走吧 我们去一旦官府 晚上天色已经黑了 那个男子 已经偷偷溜进神府了 他立即带了一大帮官兵 在神府后门埋伏着 陆小姐 你确定 沈曼珠沈小姐 在与男人私下相会吗 当然 我的话什么时候有假 等着吧 这个案子查出来 你可是会名声大震 下次升官的时候 不就有你的机会了 陆小姐 是不是情报有误啊 这么久了 也不见里面有什么动静啊 等着 就在这时 神府后门终于被打开 两道身影从门缝中挤了进来 一个俏丽素雅 不是沈曼珠又是谁 而另一个 虽然看不清样貌 但确实是男子装扮没错了 看到没有 快去抓人啊 陆小姐 京兆大人 你们带着官兵 来我神府做什么 当然是抓你们这队 肩负负负啊 想不到沈小姐竟然有这样的癖好 喜欢这种矮小瘦弱的男人 难道是自己的身体操受不住 喂 你转过来 你别是怕了吧 让你转过来啊 怎么 怎么是你 怎么就不能是我呀 沈小姐一个未出阁的姑娘 和她见面的当然是她的闺中密友了 男不成 还是什么野男人不成 凤小姐 你怎么这么晚了才从神府出来 陆小姐说 这几日 每日都有男子晚上造访神府 雷打不动 不会是你吧 当然是我 本小姐每日都来找沈小姐一起学习伊礼知识 有什么问题吗 学习伊礼知识 有必要女扮男装 没完鬼鬼祟祟的从后门进入神府吗 金赵大人 奉锦瑟与沈曼珠乃是闺中密友 他们二人互相帮助 也是情有可原 如果清淡没猜错的话 与沈曼珠私会的情郎 就在神府中藏着 金赵大人 经派兵搜寻 定能找到沈曼珠 不守附导私会男人的证据 所以 如果搜不到证据呢 妹妹打算如何补偿 是打算在这里跳个舞 算是对曼珠的歉意吗 做锦瑟 你是不是以为宴会上的事情 我会善罢开休 你做梦 都是你害的 你早晚有一天 会尝到陷入我的骨头 妹妹你在说什么呀 我哪里有羞辱你 是你不知道 你在宴会上做的那首诗 冒犯了皇上 如若不是我设计惩罚 平息皇上的怒火 你以为陆家还会安然无恙地 活到现在吗 奉锦瑟 你信口辞活 平白无辜就想给我安上罪名 我那首诗 哪有冒犯皇上 那讲书的分明就是 噓 这件事 过去了也就过去了 若是再提 传到皇上耳朵里 那这次 姐姐可就保不了你了 陆小姐 今日一事 估计 估摸着 应当是误会了 我们就先回去了 不行 听说金兆大人 速来联名公正 想不到 竟然会和此等 引到下流的女子 相互勾结 难不成 是沈曼珠私下 也给了金兆大人 什么好处 这才让金兆大人 不舍得伤害了小情人 大人 你去查 在府中 若是查出什么证据来 曼珠 甘愿自以谢罪 好 既然沈小姐都这么说了 那劳烦给我 冠冰大哥 查得仔细些 边边角角 可别都落下 来人哪 进去查 报告大人 东相方没有遗场 陆小姐 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男兵大哥们 心不顾仔细 我来帮着找一找 经兆大人 不派人进去跟着看看吗 若是寻出来的物件 是陆小姐查错了呢 沈曼珠 你的闺房中 怎会出现男子的果库呢 那个野男人走得太急 连这个都落下了 有了这么关键的证据 经兆大人这么 出来吧 说说你跟在陆小姐身后 都看到了什么 回大人的话 刚才我看见 她进了沈小姐闺房 然后从怀内 取出一条泄裤 扔到床上了 没有啊 我没有 今日之事已经很明显了 是我们误会了沈小姐 陆清代 你扰乱公务 诬陷他人 按照当朝律法 本官有权带走你 镇兆大人 我 我没有诬陷沈小姐 我只是 姐姐 你救救妹妹 别让镇兆大人 为罪好不好 我们是这么多年的好姐妹了 你忍心看我被金兆大人带走吗 把人给我带走 金兆大人 请稍等 这是陆清代欠我的银子 已经过去很久了 都还没有还 劳烦金兆大人 也一并审了吧 好了 我先回去 就不打扰你们了 打扰我吗 是萧花年 你怎么在这里呀 我听飞燕说 陆清代带了官府的人来找你 怕你遇上什么麻烦 就来看看 其实 你根本不用担心我呀 他这么笨 我怎么可能会找到他的道啊 而且 今日他还说漏了嘴 好像有个线人 一直在帮他收集情报 就连我每日穿着男装 来神府都被他知道了 方才我倒是看到街头 有一个男人 一直跟着你们 哎 你帮我查查他是谁好不好 只要找到他 我一定可以知道 陆清代更多的秘密的 到时候 那个女人想害都害不了我 还可以让他自施恶果呢 好不好吗 好 我帮你查 凤小姐 有什么事吗 我家主子说 你要找的人已经找到了 问你要如何处置 告诉你 你老实点 不准发出任何声音 听到没有 哎 可惜了 你刚才要是喊出来的话 我本来还打算 把你的眼睛挖出来的 圆滚滚的 放在手里 多好玩啊 交代吧 你帮陆清代都做了些什么 看来不用点狠料 你就不会老实啊 风小姐 一定不知道 陆清代 根本没什么钱 我给他调查情报 完全是因为 是因为 是因为 他会脱衣服给我看 还以为是什么呢 陆清代本来就是那样轻浮的人啊 以身换取利益 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还有一事 还有一事是 凤小姐不知道的 哦 他因为奇小宴会和入狱一事 凤小姐机缘颇生啊 让小的再找几个江湖人士过来 说是要毁了凤小姐的容啊 小姐 三皇子殿下来找你了 四儿 你快过来 爹爹有话和你说 爹爹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我不会重蹈覆辙的 女儿这样做 不过是让三皇子放松警惕 我之前 看你一直在想办法疏远他 那不是挺好的吗 怎么突然又 我故意设局 不是为了疏远他 而是为了让他知道 女儿不是之前那样 能让他呼之急来 呼之急去的 等到他对女儿 放松警惕的时候 也就是女儿能在背后 捅他刀子的时候 一切尽在掌握中 爹爹不必担心 好 那你 万事当心 上车吧 我们一起去长江玩 是 奇怪了 怎么没见陆青带的影子呢 难道他失算了 刚刚你在找什么呢 没有 我就是感慨一下 天气果然很热 街上都没什么人了 天气确实很热 街上的人呢 估计回家避暑了吧 锦瑟 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 我去方便一下 啊 三皇子 你怎么了 没事吧 没 没 你就在这儿 你跟着我做什么呀 去跟着你主子呀 你是他的侍卫 又不是我的侍卫 他要是出了什么意外 你担得起责任吗 是麻子安排的人吗 不错不错 一切尽在掌握中 谁 三皇子 殿下 三皇 喂 你是来给我送纸的吗 殿下 属下失礼了 哎呀 少废话 把纸拿过来 你刚刚大喊大叫什么 身为本皇子 身边的侍卫 要稳重 懂不懂啊 凤小姐消失了 你辛苦了 下去找麻子 领赏钱吧 凤寝瑟 你是不是以为我路青 但是好欺负的 等你醒来 我倒要看看 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怎么 怎么会是 怎么会 你竟然害我 我想不到 你还挺狠的呀 想回我的容 凤姐姐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你饶我一次好不好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你不是想毁我的容吗 我这是想教教你 应该这么滑 再这么滑 好痛啊 快放开我 好痛啊 求求你 放了我吧 你以为我放过你是因为善良吗 不是啊 我是知道 你以后还会用美色谋取利益 美色是把双刃剑 我才不会这样毁了你的容 然后让你这么轻易的死去呢 我要让你利用美色 成为无数男人的板上肉 不要你被万人践踏 你一定要受尽世间所有的苦 才可以死 明白吗 把他衣服扒了吧 锦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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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啊 三皇子 三皇子 我在这里 怎么是你 三皇子 是封锦瑟 把我保在这里的 求你了 救救陈黛吧 陈哥哥 你这是 清代妹妹 锦瑟 你听我说 你听我解释 还要解释什么 我看到你抱着她 要吻她 难道 我还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吗 锦瑟 你方才去哪儿了 我们找了你许久 以为这山洞中有你的 结果 竟然看到这个下贱的女人 我只是想 和陈哥哥玩捉迷藏 看看陈哥哥什么时候能找到我 可是我没想到 藏起来 就不应该再出现了 坏了陈哥哥的好事 是我的错 你们继续 四儿 你听我解释 四儿 你们别走啊 都是把我放开啊 话音未落 在自己的猛烈挣扎之下 绳索竟然开了 他又被耍了 没错 凤锦瑟方才让大汉 给他绑了一个 自己可以挣脱的绳索 如果不这样 又怎么能让苏南辰误会 是陆青带勾一勾引他的呢 锦瑟 你别生气了 有什么话呀 我们路上说 好不好 殿下 我今日很不开心 请容许 捡色先回去 让我在路上好好想想 可以吗 该死的陆青带 凤小姐有何吩咐 接下来这段时间 可能要辛苦你去跟着苏南辰了 我要在他最伤心难过 最孤苦无依的时候 出现在他的身边 你可以帮我监视他 一旦出现这样的时刻 就通知我 好吗 他不是和自己的主子 有私情吗 怎么现在又在想苏南辰 最伤心失忆的时候 出现在他的身边 飞燕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属下这就去办 不开心吧 不爽吧 觉得我背叛了你家主子是吧 赶紧回去告状 就不信 萧华年那个家伙不吃醋 让他再躲着自己 哼 不仅 突然有一颗小石子 从他的脸庞擦身而过 相为柳树下 怎么遇到这里呀 你直接来我家找我不好吗 而且 你刚刚差点砸到我 若是划伤我可怎么办呢 我难道 连扔个小石子的准头都控制不好吗 我不管 反正你吓到我了 吓到我这个总没跑吧 你突然来找我做什么 不是前两天还一直躲着我吗 你让飞燕去盯着苏南坤 不就是为了让我来见你吗 其实我想明白了 有些话必须要和你说清楚 凤锦瑟 我们之间 还是算了吧 什么 我听错了吧 你说什么 我们算了吧 我不会娶你的 我今日来找你 是想和你说 无论你是演戏还是真的 都不要嫁给苏南坤 那人心术不正 不是什么好人 同时 你也不要嫁给我 你在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不要再胡说了 我是铁了心要嫁给你的 我不管你为什么突然要把我推开 我都要告诉你 你想得美 我就是赖上你了 不可以 三皇子殿下 你 你怎么会来 殿下 四儿 还是放不下你 听爹爹说 今日你被骂了 我放心不下你 这才过来看看你 殿下 你为何要喝这么多的酒 伤了自己的身子 也伤了四儿的心 没想到 自己跌至谷底时 关心自己的 竟然只有他了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过去的事情是我不好 我不渴求你的原谅 我只希望你能留下 留在我身边 好不好 好 我答应你 你知不知道 他们实在太过分了 这个案子 本来是交给我查的 小花年他插什么手 有朝一日 我一定将骨骂分尸 死无葬身之地 竟然会这样 殿下难道就这样忍了吗 要是我 一定会找几个江湖汉子 把他们暴打一顿 才能消气 打一顿算什么 我要让他们身败名裂 吓破人亡 可是 清平王毕竟战功累累 又怎会身败名裂呢 说吧 快把所有计谋都告诉他吧 三皇子殿下 你这样看着我做什么 难不成是 被他发现了 你别告诉别人啊 这件事情 只有你知我知 天知地知 绝对不能有别人知道 礼部的刘大人 礼部的周大人 和公部的钱大人 全都是我的人 四儿 这件事啊 你千万不能和别人讲 说出去的话 说出去的话我就完了 父皇知晓了 一定不会轻饶我的 因为你能过来 我真的很开心 虽然不知道 你前段时间是因为什么 才一直躲着我 但是 现在都过去了 是吗 他不知道 阻拦在他和萧花年之间的事情 到底有没有解决 但是今日 萧花年能过来 就说明 他还是愿意面对自己了 萧花年 无论怎样 你可不可以 别躲着我了 我不能 我这样是为了你好 要是真的为了我好 你就不要疏远我 夫君 你忘了三月之约吗 要是不想让我嫁给苏南辰 不妨 现在就要了我 等我们盛米煮成熟饭 任谁也不能拆散我们了 萧花年知道 再这样下去 自己一定会沦陷的 上次的话我说得很清楚了 我不会让你嫁给苏南辰的 但是你也不会嫁给我 你有需要 我会帮忙的 别浪费时间 在一个前途不知的人身上 你应该过着幸福平安的一生 发生什么事了 告诉我 不要瞒着我 有什么事 我们一起解决 他很想告诉他自己的苦衷 可是不行 他原是北秦太子 来到南越国 也只是为了潜伏下来 获取情报 以便在合适的时机 赴国报仇 前些日子 他突然收到消息 自己安插在旧城的眼线 已经被人斩草出根 是谁做的 他查不出来 是谁知晓了他的真面目 他也不清楚 也就是那个时候 他才意识到 自己复国一世 并非百分百的胜率 这样的他 又怎能给面前这个深爱着的人庇护呢 不要再这样了 我会厌恶你的 四儿 你睁大眼睛看一看 你看看灵牌上写着的都是谁 我是北秦太子 这里摆着的 都是我子民的灵位 我来南越国潜伏这么多年 就是为了能够为我的子民复仇 能够光复我们北秦 我早就已经知道了 本来以为凤锦瑟会大吃一惊 没想到 最后大吃一惊的竟然是自己 你 你早就知道 那你 不恨我 本来这件事就是因为皇帝太过贪心 趁着北秦换代的动荡时 其突然大举出兵 让北秦遭遇了一场无望之灾 你身为北秦太子 这都是你身上的负担 也是你必须去完成的使命 我知道你的秘密 我也一定会帮你完成你的使命 但是 我有一个要求 你说 不要伤害我们凤家 这件事在发生的时候我还小 但是我爹他每次谈起北秦的时候 都觉得惋惜 觉得是因为皇帝的贪心 导致了北秦子民 国破人亡 按照我爹的个性 当初皇帝在动了 想要进攻北秦的心思时 他一定是站出来弹劾皇帝 劝导皇帝的人 你不要恨他 也不要把恨意带到我们凤家身上 好不好 好 我答应你 我不动你们凤家 也不动与你们交好的几个家族 那以后 我们可是一根身上的蚂蚱了 四儿 我爱你 子英 发生了什么事 那个疯女人不知道又发什么癫 竟然跑到我们凤相府来胡闹 小姐你不用担心 这里有奴婢就够了 你就先进去吧 这一切都是我做的 你为什么要害我们陆家 我爹我娘 他们都是无辜的 他们只是想把我救出来而已 他们什么坏事都没做 为什么要这样对他们 有什么 你冲着我来啊 我为什么要去皇上面前 解决我爹呢 昨日才和萧花年说过的事情 难不成今日 他就已经在皇上面前上奏了 他的效率真是高得吓人呢 皇上说要向陆家朱连救助 除非我们拿出五万两银子 冲赢国库 如果冲赢了国库会怎样 会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吗 如果我们拿出五万两银子 就让我们被法备滇家 你爹贿赂朝廷命官 这是他自己做出来的事情 该法 不过嘛 你要是愿意跪下来 给我磕几个头 我说不定 可以给你一万两银子 我错了 我不该算计你 我不该设局险害你 我不该勾引苏南辰 陆清淡 快跟我走 快跟我走 哎呀 今日有个一红楼的老宝 说愿意出家三万两买下你 爹 你说什么 哼 如果不是因为你这扫把星 我们陆家能成这个样子吗 我为了把你救出来 花掉大半家产 如果不是有青楼看上你 整个陆家都要为你这下贱女人陪葬了 你要死就自己去死 拉伤我们陆家 你定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万劫不复 陆清淡作死这么多次 终于得到了他应得的报应 过了几日 紫英告诉凤锦瑟 陆清淡已经被迈进一红楼了 接客的第一天 就遇上了个脑满肠肥的富贵老爷 几种花样玩下来 整个人丢了半条命 金鸾殿 这是微臣昨夜连夜调查礼部的结果 请皇上过目 刘明轩 你好大的胆子 皇 皇上 臣不知您在说什么 微臣 微臣做错什么事情了吗 清平王查得清清楚楚 这些贪污受贿的账款 分明是到了你的账目上 铁阵如山 苏南辰的脸瞬间苍白 怎么 怎么会 萧花年也是听了凤锦瑟给出的情报 才在有限的时间里调查了礼部的刘大人和柳大人的账目 否则这么短的时间内 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将真凶追查出来的 苏南辰 儿臣在 请父皇吩咐 现在该轮到你了 父皇 儿臣不明 皇子 请看 父皇 听我解释 这件事定是 苏南辰 朕劝你说话之前先三次 欺君 可是重罪 是啊 现在皇帝已经把明明白白的证据摆在他面前了 若是他还要狡辩解释 那不就是欺君了吗 儿臣知罪 请父皇责罚 证据一条条放在那里 你已经没有什么辩驳的余地了 你还算聪明 知道不能嘴硬 懂得现在认罪 来人哪 把苏南辰关入大牢 你们记住 朕平宿里最讨厌的 就是皇子与大臣相互勾结 以轰楼内 陆青带呢 哟 这周围怎么那么乱 他怎么都不来收拾收拾 陆青带 让你打扫一下为什么就那么难 等一伙客人都来了 看到这里那么乱 肯定都跑了呀 如果真因为你让我损失了客人 我绝对饶不了你 赶紧的 打扫卫生 听到没有 真好笑 我从未见过哪个姑娘 最后沦落到要打扫卫生的 就是说 你说要是伺候不好男人 那也就算了 怎么连这张脸也 别看了别看了 我怕 我再看他那张脸 今晚 会吓得睡不着觉 是的 没错 现在的陆青带 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陆青带了 他的脸上 爬满了红色的小点点 就像是被什么虫 饰咬过一样 现在的陆青带 连客人都接不了了 老宝一气之下 就让他坐起了 青楼内的粗屎丫鬟 随便谁都能使唤他 真该死 当初我就不该沾这个 晦气事 花了那么多银子 买来这样一个晦气货 真是倒霉 别气别气 只要人还在 咱们不是有的是方法 把银子赚回来吗 你机灵着点 多去勾搭勾搭 无论如何 你也要接个课 否则今日 你还得挨板子 你有病吗 别传染给我 我说放开我 快点放开我呀 陆青带姑娘在吗 我就是陆青带 好了 这人我包了 二楼房间内 陆青带紧张地 看着面前这个小少年 这位客官 请用 先不急 我们聊两句吧 小女名为陆青带 听说你原来 是朝中一个大官的女儿 后来家中落魄了 所以才沦落到 这种地方的 很好 看来我找对人了 我是凤锦瑟的朋友 你前些日子做的那些事 让我很不开心 你爹去边疆那么长时间 你应该很想他吧 我怕你思念成疾 所以把人给你带回来了 爹 爹你怎么会在山里 是你杀了我爹吗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不是说了吗 让你接受你应有的惩罚 是为凤锦瑟 果然又是为了凤锦瑟 爹 是女儿不 你放心 女儿一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女儿一定要让那个贱人 扶住应有的代价 事到如今你怎么还是执迷不悟 害死你爹的从来都不是凤锦瑟 而是你自己 你不是想要和他做个了断吗 行 你怎么来了 这个麻袋里装的是什么 你猜猜呢 我现在已经被你害到青楼里了 这还不够惨吗 你出现在青楼里 要怪你那个爹把你卖到这里 你怪我做什么呀 我们这么多恩恩怨怨 也是时候做个了断了 原来 这个世上就只剩下他了 我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没想到啊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想反抗 既然如此 那我就再告诉你一个消息吧 你以为你身上那些奇奇怪怪的红点点 只是突然生了怪病吗 你那些红点儿 是中毒了 是我下的毒 我要的 就是你在青楼里都过不上好日子 凤锦瑟 我认输了 我败给你了 你是我此生最大的敌人 我就算做鬼 都不会放过你的 当天晚上 凤锦瑟在用晚膳的时候 听说了陆清代上吊自尽的消息 据说他死的时候 脚下还有无数颗陆家的人头 母妃 你们先下去吧 本宫与皇子要闲聊几句 怎么样 好看吗 母妃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怎么还在关心扣单的事啊 母妃 你有所不知啊 昨个晚上 儿臣才得知 才知道凤锦瑟竟然是消花年的人 对吧 母妃 你是怎么知晓的 淑妃朝宿南辰翻了个白眼 你这个问题问得也太蠢了 整个皇宫发生什么事 是我不知道的 这件事不怪你 本宫也看走眼了 我们说到底 还是低估凤锦瑟那个丫头了 之前她总是没心没肺的 心里想什么都表现在脸上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突然变成现在这样有诚服的样子了 不过没关系 现在认清楚她是谁的人也挺好的 你就不要为了这件事沮丧了 真正的战斗 还在后面呢 现在我们踢出去一个奸细 不是好事吗 怎么了 有什么事情你就说啊 母妃 昨天晚上 父皇还说了一句话 他说 他对儿臣很失望 把江山交给儿臣 他不放心 这样也好 如果他不再关注你 倒是给了我们不少行动的空间 母妃 你 你不生气 本宫对你这个儿子 本来就不满意 如果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这个篮子里 那还不是输得彻彻底底 算了都到这个时候了 本宫就不瞒你了 你给本宫听好了 高金彪是我们的人 有他在 我们将来的日子也不至于苦到哪里 大将军同我同盟的事 母妃也都知晓了 高金彪和你同盟 我的乖儿子啊 闹得就是不灵光 高金彪和本宫本就是旧相识 是本宫让他帮你的 看来你还不知道呀 知道什么 知道清平王萧华年的真实身份 北秦太子 什么 北秦太子 他还活着 是啊 不仅没死 还混进南越国当上了王爷 你说他的本事有多大呀 所以说 过段时间去见萧华年率兵出征 看来你还不算蠢到家 当然了 我们也不能完全寄希望于萧华年打败仗 我们还要 越听 他脸上越浮现出一抹得意的微笑 过了一段时间 南越城中果然传来高金彪率兵攻打上其城的消息 你一定要去吗 今日朝堂之上的事情 我已经听我爹说过了 你别去了 我不想看着你去送死 他想看我去死 又怎么可能会如愿呢 可是 这次你手上带的兵实在是太少了 万一 万一真的出了什么事呢 不会 你以为 我前阵子都在忙些什么 如果真的这么轻而易举的 就被高金彪打败了 那我这么多年潜伏在南越国 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 一定会安然无恙地回来吗 本王承诺 一定会安然无恙地回来 这样你可以放心了吗 你记住 万事小心 你一定要回来 好不好 我还要给你生孩子呢 要了我吧 你 你说什么 我说 要了我吧 就算是你给我留个安稳的念想吧 你一定要活着回来娶我 不 这样不行 我不能这样 金色 我爱你 所以一定要在成亲那日 我不管 我害怕 我真的害怕 你必须给我一个承诺 否则 我是不会让你走的 这是你给我的承诺 无论如何 你都一定要回来娶我 否则 你就是辜负了我 知道吗 好 我给你这个承诺 我一定会回来许你 你等我 第二天天不亮的时候 萧花年就已经离开了 等到凤锦色睁开眼睛 房内空空荡荡 再也看不到萧花年的影子 床榻旁边的空位 还在向他证明着 昨夜发生的一切都是真实 他稍微一动弹就能感觉到自己浑身酸痛 可是他的心 却是甜的 像是能尽出蜜来 他整理好心情 慢吞吞地走出了清平王府 凤锦色从清平王府出来 坐上回家的马车 却没有发现一旁的小巷子里 藏了一个怒气冲冲的男子 苏南辰从小巷里走出来 满脸都是怒火 眼下有厚重的黑眼圈 唇边也是潦草的胡渣 他在这里等了凤锦色一个晚上 从萧花年要去上齐城开始 他就一直在暗中盯着凤锦色 跟着他来到清平王府 看着他在清平王府过了一整夜 再看他以极不自然的姿势走出来 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苏南辰心里和明镜一样 看得清清楚楚 该死的凤锦色 为什么要将身子交给萧花年 如果你们不将凤锦色交出来的话 就休怪我对你们无礼了 你做梦 我们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把他交给你 这个歹人的 凭什么交给你 凭什么 就凭我是当朝新皇 这点够不够 方才先皇旧级复发 临走十八 拟下一诏 任命我接任皇位 现在起 我就是南越国的皇上了 我想要见凤锦色 有何问题吗 这不可能 皇上他身体一直很好 咱们会突发旧级呢 诶 事事难料 这人嘛 上了年纪以后 不知道何时会走的 不可能 这不可能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别的问题 好了 别废话了 朕接下来还有别的事要忙 你赶紧将凤锦色交出来 听见没有 不 说什么我都不会把瑟尔交给你的 所以 你是打算抗之不尊了 有本事 你们就杀了我 否则 我是绝对不会让你把瑟尔带走的 好 这是你说的 金卫军 上吧 慢着 我跟你走 我跟你走就是了 诶 还是你识时务 好了 大家都撤吧 好久不见了 没想到 你还是这么美 哦 对了 你怎么可能不美呢 毕竟啊 你是养尊处优的凤相府小姐 而我呢 只是被关押的 那你看看我 最近 是否像先前一般英俊潇洒呢 别废话了 不是要带我走吗 我们走吧 还知道回来 这么关键的时刻 你怎么敢突然跑出宫去的 你把他带过来做什么 母妃 儿臣 实在是忍不住了 所以 就先将凤锦色接来了 这个女人 欺瞒儿臣 戏虐儿臣 最后 甚至将儿臣送入天牢 此等大仇 非保不可 你真是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今天晚上多关键呢 能不能把皇位坐稳 就看现在了 可你竟然还出去 把这个女人带回来 既然带都带进来了 那就没什么说的了 你这个自作聪明的女人 还以为能和我们母子作对 现在落入我们手里 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身为后宫嫔妃 弑君上位 私自放出最臣苏难称 你该当何罪 这种话 还轮不到你来说 要知道 现在掌控后宫的人是我 你应该尊称我一声太后娘娘 你也就能现在嚣张嚣张了 等一会朝中大臣们赶过来 大家稍微调查一下 就能知道事情的真相 你不仅做不了所谓的太后 甚至连命都保不住 母妃 您就别打她了 本宫怎么生出来 你这么没用的儿子 皇位都帮你争取过来了 你竟然现在还在偏袒 一个女人 别罢 是本宫看走眼了 以为你这个女人蠢笨 没想到 竟然把我儿子勾引得神魂颠倒 不是说本宫只能猖狂一阵子吗 那本宫倒要好好跟你说道说道 看看本宫到底能猖狂多久 皇上身上确实有救济 这点本宫可没说谎 只不过这么多年 本宫一直在用西江的法子 压住皇上身上的病 所以才让他看起来没有任何问题 本宫原本还想着 若是等到高金彪统一了西江国和南越国 到时候再让他死就可以了 谁知道高金彪那个没用的废物 竟然节节败退 连一个萧花年都对付不了 既然如此 那本宫只能提早收走皇上的命 好让我儿子尚未当皇上了 你不来躺一下吗 今夜也累了一晚了吧 不必了 朕要你躺一会儿 我不知道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 要让你这么对朕 我以为你一直都很亲密于我 我以为你可以一直都站在我身边 协助我帮助我 为什么 你为何突然选择萧花年那个人 我们的感情不是很好吗 你不是本来要嫁给我的吗 怎么在成亲之时出了意外之后 我们就渐行渐远了呢 我是真的爱你 即便到现在也是 就算知道 你已经投入萧花年的怀抱 我也还是爱你 不过没关系 过去发生过什么事都不重要了 反正现在我是南越国的皇帝 我要你留在我身边 你就哪儿都去不了 瑟儿 从今日开始 你就成为我的人吧 好不好 你休想碰我 我嫌你恶心 你 你说什么 我说 我嫌你恶心 口口声声地说着爱我 口口声声说我们感情很好 那我问你 我们的感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好的 是成亲之前吗 还是成亲之后 想起来了吧 其实你之前根本就不爱我 你只是爱我的身份而已 其实后来你也同样不爱我 你爱的是能帮你出谋划策 排有几难的我罢了 说白了 如果我什么都帮不到你 你是绝对不会对我产生异样的情愫的 那这时候 你还觉得这是对我的爱吗 那你又从何得知萧花年是真心爱你的 你不也是为他做了不少事吗 他爱的 也是你对他的付出啊 当年萧花年把我从水中救起来以后 他就一直真心待我 这么多年 我从未对他做过任何事情 直到我认清现实以后 才开始帮他 和他对我的爱比起来 你的爱 简直廉价到不值一提 你 打呀 只要你动了手 就能证明你并不爱我了 我也不会觉得如此恶心 随你怎么说 反正从今日起我就是皇上 我要你 天下没一个人可以阻拦 可是我不从 这件事由不得你不从 我说了 我不从 除非你杀了我 否则我绝对不会让你得逞的 来人 来人哪 你们还愣着干嘛 还不快来救朕 凤锦瑟就算是自己身上大了功夫 也不敌这几个男人的力气 不过一会儿 就被这几个侍卫用绳索绑住 现在 我看你如何拒绝我 我告诉你 就算你今日要了我又如何 有本事 你一辈子绑着我 只要放开我 我就一定会死给你看 你和萧华年比起来 简直连他的屁都不如 所以我才从来都没有把你放在眼里 我心里想着的 只有萧华年 你以为我对你好 你以为我关心你 都是假的 你竟然还一直说爱我 真是可笑 真是笑死人了 你说我不如萧华年是吗 我倒让你睁大眼睛看看 现在这天下是谁的 现在你的命在谁手上 说完 宋南辰就愤怒地对着凤锦瑟 拳打脚踢 一阵阵的剧痛落在凤锦瑟的身上 他不仅没有觉得难过 反而还觉得很开心 他终于守住了自己的身子 他没让宋南辰这个渣男碰他 但是他的心中始终都有一个信念 萧华年会回来救他的 起来 跟我们走 来了 把他绑结实点 萧华年 你看清楚了 现在凤锦瑟可在本宫手上 你若是敢轻举妄动 本宫定会让他死在你的面前 萧华年看着凤锦瑟身上的伤口 简直不敢想 这些日子里他受了多少苦 你放了他 我们或许可以谈谈 可你要是动他一根手指头 我让你们母子俩 下去给皇帝陪葬 你让我们给那个老不死的陪葬 你拿什么这么说 萧华年呢 萧华年 亏本宫先前还以为你有多厉害 原来也不过是一个愚蠢的家伙 你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 凤锦瑟都在我的手上了 你还想跟本宫谈条件 看来 你是在逼本王派兵攻进去了 攻啊 你尽管攻啊 本宫倒是让你看看 你有没有这个本事打进来 静卫军在你们的后面 你快逃 不要管我了 镇静 镇静 不过是静卫军而已 没什么可怕的 你们都停下来 上 格杀勿论 就在这时 凤锦瑟突然身子一倾 整个人都腾空起来 他茫然地抬起头 看到自己正被一个人 揽着腰飞了起来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还不是你的如意郎君啊 让我过来救你啊 好了 兄弟们 戏演的差不多了 开始杀吧 杀 放开本宫 你们放开本宫 你们知不知道本宫是谁 敢对本宫动手 你们都不要命了吗 让我走吧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啊 这皇帝 我不当了 你不要太得意了 说到底 你也只是北秦太子 不是我们南越国的人 既然你们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 那也省得我多做解释了 没错 我是北秦国太子 多年以来潜入南越国 就是为了有朝一日 能够报仇雪恨 重新光复我们北秦 在南越国这些年 我心中还真有些纠结 虽然皇帝是北秦灭国的罪魁祸首 可是不得不说 他是一个好皇帝 为了光复北秦 让这么多无辜的南越国百姓丧命 我还真有些下不去手 你现在跟我们说这些做什么 当然是为了感谢你们 你们杀死了皇帝 可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呢 你之前在他们手中受了这么多委屈 现在你过来收拾他们吧 小花年 我和你做个交易 只要你放了我 我就把整个南越国都送给你好不好 花年 花年 我不当皇上了 我让给你当 留我一条活路 凤锦瑟接过长刀 心中虽然有几分忐忑 但更多的是对复仇的快感 他比着淑妃的脖子 而后手起刀 四儿 四儿 你别杀我 你知道的 这一切 这一切都是他让我做的 现在他死了 他死了就行了 别 别杀我 别杀我 你知道吗 这么多人里 你最该死 轮到你了 来几个人 把他灵池处死吧 终于结束了 一切都结束了 小花年上位以后 修改南越国 国号为北秦 并将两国疆土 重新划分 以得到合理的治理 文武百官 在正殿之下贵府 一波又一波的声浪 向正殿之上的 萧花年和凤锦瑟袭来 皇后千岁千岁千岁 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 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 朕一生一世 唯有凤锦瑟一期 若娶其他女子 朕甘愿遭遇天打雷劈之苦 对我这么好啊 竟然愿意舍弃后宫三千佳丽 朕有你一人足以 三千佳丽又有何用 嗯 不错 你表现得很好 既然如此 那我就奖励你一个好消息吧 什么好消息 我有喜了 你什么 你又喜了 我没有小皇子了 还不一定是皇子呢 说不定是一个小公主呢 小公主也好 小皇子也好 朕都照外不悟 朕有孩子了 朕有孩子了